大家好,我是石玉兰,一起来关心10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为了加冕劳苦功高的基层服务伙伴 花莲县政府26号是举行了110年度特优村里长 基优调节委员、民政人员及调节业务考核基优公所表扬大会 感谢他们为花莲的付出以及奉献 为加冕劳苦功高的基层服务伙伴 花莲县政府26号举行110年度特优村里长、基优调节委员、民政人员及调节业务考核基优公所表扬大会 计长徐正位感谢村里长不仅站在服务第一线 所有的大小事都亲力亲为 他也感谢调节委员们给乡亲良好的和缓调节功夫 让乡亲在平和的氛围当中对司法纠纷可以获得爽忙共识 也减少司法单位的业务压力 然而现在还有很多的无论防疫 还有现在要发的疫苗的通知单 另外每每无论是卫政、设政、警政 所有的工作都要透过村里林长的协助 才能够层层的往下去推广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 再一次谢谢所有的村里林长 所以在这里今年有十二位是特优的村里长 在这里要谢谢大家 第二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调节委员会 正位也要谢谢大家 调节委员会的成立 是希望在诉讼进到地方法院 进到法务单位的时候的量能够减期 能够透过民间的协调 无论在法院的量减轻 民间的协调更好去协调 我要再一次谢谢调节委员会 所有的委员们 除了自己付出的时间 还有智慧 以及还要学习增进 法律专业的尝试和知识 所以我要谢谢这些调节委员会 县长徐正位亲自颁发奖状和奖座 给十二位的特优 县长徐正位亲自颁发奖状和奖座 给十二位特优村里长 五十一位基优调节委员 还有八位基优民政人员 在特优的村里长当中 秀林乡富士村村长邱金城 新城乡嘉陵村村长何礼飞 还有吉安乡甘城村村村长林士昌 也将代表花莲县 接受全国特优村里长表扬 而调节行政业务考核前三名 分别是花莲市公所 玉里镇公所 还有吉安乡公所 记者讲邦彦 花莲市报道